新建院苏院長 吳政偉 交通部林部長 還有發言人格拉斯 兩位縣長 郭文綺前縣長 我們議員最認真的最美麗的相比請委員 各位公路英雄 各位貴賓 大家恭喜 大家好 好 今天公路的實力 敬感謝 敬開心 敬感動 我們蘇貝改工程歷經救援 也歷經了八位行政部長 七位交通部長 早在只有三位集長 一個少處長 終於把這五百五十一億的重大困難的工程完成了 真的非常的感動 非常的為宜蘭花蓮排動的身心 東部的身心 感到欣慰 所以這中間有太多人的付出 剛剛除了工程程點之外 政府部門 包括民地機關 包括縣政府 我們都合力來促成 我想這就是臺灣團結 最好給我們的一個審視 只要臺灣團結 再有些人的工程 我們一定會完成 非常感謝 張文貴 林布団剛剛的一件事 我們蘇貝改同社人 蘇貝改總經費360億 未來這三段最大工程 我們希望能更有效率的實行 尤其是 宜蘭的東澳 澳南澳 這一段工程追見機 要207億 我非常感謝張文貴委員 在另外一月 我們都在交通委員會 過去我們習院 習縣長也在交通委員會 我們共同會 東部的交通來討論 這個不分難力 也不分東西南北 只要交通的規劃好 我們全力支持 我非常感謝 林布団上任之後 規劃西部的高鐵 跟東部的快鐵 這完整的環島鐵路高速網 會促成未來臺灣整體交通的區域 宜蘭縣 有寫山隧道 也造成宜蘭交通的貢獻 剛剛有很多軍者在問我 蘇貝改出之後 會不會解決 寫山隧道塞車問題 我會肯定他講 不會 因為會有更多的車流 經過佛道5號來到蘇貝改 我們期待 交通部盡速 來完成 南港到宜蘭我們的高速鐵路 未來 這條高速鐵路 才能夠有效解決宜蘭縣 國道8號塞車問題 但是我也在這裡 要感謝 我們中央單位 在去年 11 月 6 號 審查通過我們 宜蘭羅東斷連連段 鐵路高降 非常感謝 我們的努力十幾年 我們努力十幾年 我們的三角東東大陸 萊澳邊線 在 3 個月 12 月 25 號 我們開工門 我們在 上個月 12 月 30 號 我們國道5 號 蘇貝服務區 東部唯一的服務區 雖然是唯一 但是全國最好 功能最好 外型最美麗 所以 象徵了大臣這港 也象徵了我們 宜蘭一跨年回來 能夠 同步發展 我在這裡 再謝了感謝 接地氣的 蘇院長 真的有效力 剛剛看到你的影片 雖然你臉部有點抽筋 但是真的是很帥 我們感謝蘇院長 就是我們 大家給師隊長 熱熱熱的掌聲 謝謝隊長 感謝大家 志祺大家 二零 二零 海雲 高雲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委員的志祺 我們謝謝委員的志祺